提起爸爸去哪儿第三季 你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位萌娃会是谁呢 今天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爸哪儿第三季萌娃的金飞锡饼 第一位当时我们的混血小王子诺依了 在下节目时他只有四岁 虽然以混血著称 但却说得一口流利的中文 对西游记那更是一个着迷 这不初恋想的他就用同言同语逗笑了一众观众 前几年儿就不过你 为了走进诺依的朋友圈 老父亲刘烨也是杀非酷心 特意扮演菩萨 原儿子的西游梦 虽然外形比较潦草 但却丝毫不妨碍诺依的前程 诺依小朋友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知道你是观音菩萨 对 可当观音菩萨问道 你愿意做我的三才童子吗 你向热爱西游记的诺依 却犹豫了起来 你愿意做我的三才童子吗 我有点不愿意 因为这是我赶紧上电视 我就见不到我的爸爸妈妈了 当然诺依最初圈的还数宠编日常 这不当小朋友选到不好的房子哭泣时 诺依不仅要安慰弟弟 还要安慰续经的老父亲 你想要第一个吗 不行 只有给继续弟弟的 我给他了 你别哭 别哭男子 当住进不好的房子时 刘悦躺在床上不能接受现实 家徒私逼 而我们的诺依已经开始生活做饭了 吃饭你看我 当诺依辛辛苦苦摘葡萄后 还要第一时间陪老爸玩耍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百香育儿 刘悦这招着实高 如今诺依已经12岁了 完美继承了妈妈的音乐天赋 还参加了不少演出 期间曾多次在舞台角落为妈妈弹琴伴奏 当然他的暖心懂事也从未拉下 密信期间曾在酒店隔离 结束后和妹妹共同制作了首绘感谢卡 这样一个有言又懂得感恩的小甜心 谁能不爱呢 第二位就是诺依的妹妹妮娜了 与哥哥的画廊形象不同 妮娜的性格就十分内向了 节目中一直喜欢黏着哥哥 再加之外形的原因 很多网友都亲切地称她为猫咪 可如今她的颜值却备受质疑 尤其是那略微突出的牙齿 更是让她成为了愁女的代言 其实我倒觉得 妮娜的五官十分漂亮 以后定是个大美女 第三位 康康 参加节目时她只有六岁 却自带霸总气质 和老爸胡君的日常 更是被调侃为 霸道总裁和他的贴身保镖 这波在新节目中 康康选到了史上最惨的房子 再加之天气炎热 康康一天内流了近11次鼻血 面对这一幕 胡君自然是不干了 对着导演组就是一通质问 可是脾气刚发到一半 就被康总给浇灭了 对待小伙伴时 康康依旧是霸总人设 这波刚赢的比赛获得冰淇淋奖励 康康就穿越人群 将冰淇淋送给了夏天 至于原因嘛 那就是夏天在刚刚的游戏环节 不小心可碰到了额头 千里送冰淇淋 也是为了让小伙伴冰敷消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康康在为夏天吃冰淇淋时 都是大口大口的 可当自己吃时 则是小小的一口 最为重要的是 我们康总有注意男女有别 勺子都是分方向使用 不得不说我们的小霸总 虽然总是扑坑点一张 但却外冷内热 关心人都是无形的存在 如今康康已经14岁了 跟随老爸胡君 走上了硬汉的道路 不仅参加过越野拉利赛 还为长津湖剧组 提供了很多军事理念 均被军事专家认可 看来康康日后 要成为咱们的养成戏霸总了 第四位 夏天 在下节目时她才6岁 不论是外形还是家教 她都像极了公主 而这自然也引起了 一众男孩的纷争 其中诺依 萱萱夏天三人的 爱情大战 至今让人印象深刻 你想吃面吗 但是太胖了呀 好 那我就吃面 那你不喜欢我 妈咪 你不喜欢我 没有啊 因为你一直捏我的脸 我也不确定生戴 你只确定喜欢我 如今夏天已经13岁了 在父亲夏克力的带领下 夏天儼然成为了一名阳光美少女 爬山 跑步 冲浪 滑艇 压压精通 据是因为这个原因 夏天黑了不少 而这也导致很多网友认为 夏天涨残了 其实与6年前相比 如今的夏天 确实称不上经验 但涨残还真不至于 第五位 林大俊 在下节目时她只有5岁 但却以人间清醒闻名 节目中常能看到她打假的名场面 但她最出名的还说那一句 得到这样的评价的林永健 也是十分不愧 可谁叫这是自己的儿子呢 如今的大俊 已是风度翩翩的少年 不仅是学霸一枚 还弹得一首好钢琴 在前段时间的国际音乐大奖上 还喜提一等奖 喜剧方面嘛 她也毫不逊色 跟老爸一起上节目时 她不光能抖包袱 还能做一名合格的捧跟 好家伙 今年的春晚没她不行 第六位 萱萱 在下节目时她只有4岁 最喜欢的就是和美女姐姐一起玩 于是整场节目下来 你都能看到她追逐夏天的场景 亲男子今时她还亲了上去 震惊了一众老父亲 除此之外 萱萱还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干饭王 几乎是走到哪吃到哪 但玩几游戏来 她又格外认真 几乎完美继承了老爸拳王的胜负欲 如今萱萱已经11岁了 虽然没继承老爸拳王的一波 但在马球上却颇有建树 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国家队 实在是太优秀了 第七位 娜娜 节目中的娜娜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孩 没有足够可爱的外貌 也没有平平冒出的金句 所以镜头一直不算很多 观众员也很一般 下节目后她因父母婚姻撕扯问题 引起了很大关注 大众更感兴趣的似乎还是 娜娜究竟是谁的孩子 好了 以下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对于这群萌娃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